有沒有覺得吳主席好委屈 沒有 僑名單真的很辛苦 禮拜六他也是這樣對不對 找大家出來開會 但是還是有遺珠之憾 不好意思 因為身多就少 是 我們來看看這份 他交出來他覺得 還不錯的名單嗎 來看看 原本你看 這個第10名是吳敦義 結果來到了第14名 剛剛斌哥說 你恐怕連14名 都不是所謂的安全名單 因為票投不下去 有請來看一下好副主席就說 懇請吳主席退出不分區 在昨天的時候 沒想到他說 今天他講說非常抱歉 增多周嫂 還有很多遺珠之憾 但是針對於好副的說法 他說你要講就去外面講 對著麥克風講 代表他態度其實還滿強硬的 而且他也告訴我們的中生代 還是青年新生代 他說以我的資歷 選總統過分嗎 我還不是為了黨的和諧 我其實也有所犧牲 對 他現場這樣跟我們講說 他本來應該是可以選總統的 然後本來是想要 有人建議他排第一名的 本來他是要排第八名的 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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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認為說充滿了委屈 可是我現場就說 如果人民認同你 你當然可以選總統 沒有錯 因為我們是有初選的 不是你資歷夠就可以幹嘛 我也覺得我資歷夠 我在台北市政府工作那麼多年 我總不能說 我是全部市議員裡面 最有資歷可以選市議員的 因為我瞭解市政 不是這樣子 我們要選民認同 選民如果認同你的話 你就會去參加初選 初選就會過 可是我們知道主席 他沒有參加初選 我們也知道說 韓市長在初選的時候 是以極高極高的民調獲勝的 他並不是說沒有經歷過初選 國民黨是有史以來 第一次有五個候選人 在角逐這個初選的過程 所以韓市長的初選是具有民意的 也不是說他自己一定說 我非要這個不可 就如他說的 是民意加民心 今天主席會到今天 還要講這個話的時候 難免會讓人家做文章說 你是不是還沒有 放棄這個總統的位置 心裡面是不是還是有一些委屈在 所以昨天的臨時中常會現場 就有人大量的在散發說 以餘換無 就是應該要吳敦義來選總統 這讓我覺得非常錯愕 非常憲國民黨 跟吳敦義主席於不義 可是為什麼民眾會去發這個傳單 是不是就來自於說主席 他還是說我夠資格去選總統 所以我覺得已經選戰 剩下50幾天 國民黨的每一個人 都不要再去講說 其實我比較有資格選總統這種話 因為我們已經有一個候選人了 怎麼還會有主席出來說 我其實也滿適合的 我滿有資格 所以這個話應該到此為止 再來就是說 這一次的黨中央 或是黨內有一些人 一直想把這件事簡化為說 派系的鬥爭 譬如說好系的 連系的馬系 可是我要跟各位報告 就算我們沒有講話 這份名單是不是大家就覺得好棒棒呢 如果說這份名單大家都覺得好棒棒 只有我們少數幾個人跑出來 搞針對雞蛋裡挑骨頭的話 你可以說它是鬥爭 可是其實不是 我們都本來都沒有講話的 像我也是看了新聞 被民進黨告知說 你們死定了 你們死定了 你有沒有看到你們 國民黨的不分區的名單 我說我沒有看到 他說你趕快上網去看 所以我看到的當下 大家還沒有回應過來 結果民進黨那時候我們在友台錄影 他就馬上說 你們死定了 你們慘了 這個是民進黨的態度 你就知道這份名單好或不好 民進黨開不開心了 而且這份名單到底會不會影響到韓國瑜 我跟大家講會 就在剛剛 我在友台錄影的時候 民進黨的戴偉三 已經在造謠說 這份名單裡面有爭議的人選 都是韓家軍 都是韓國瑜提的 這個就是民進黨 所以現在國民黨 任何出來一點點問題 民進黨一定都把它 灌在主帥的頭上 因為這個叫什麼 兩軍交戰必先斬主帥的手 對不對 所以今天吳主席你在背後 或者是這些不分區的名單 你是不用選的 你是那麼等的 等說你們好好給我打仗 你們打好了我就上了 為什麼會把謝龍謙 擺在吳主席的後面 我們一直都不好意思說 他是用來保護的 結果我們黨的發言人怎麼說 他居然就承認了說 對 是要吸引韓粉投票 你這樣子 你這樣講的話韓粉 我們韓粉已經很悲憤的自己覺得說 你這是在綁架我們韓粉 好啦 那你 難道發言人不會換一個方式說嗎 還說 還真的跟大家講說 對啊 我們是來吸引韓粉來投票的 所以把 你乾脆把它放在第34名 對不對 我們33全過了 好棒棒 所以這個樣子不分區 不能這樣子提的 有人問我 現場有人問我說 那有所謂你說什麼叫做好名單 我說說真的 最謙卑的底線就是 少爭議就是好名單 因為民間黨的名單有夠爛 就是派系之間的分章 國民黨的名單只要少爭議 不要給韓國瑜的選情惹麻煩 不就是個好名單嗎 難道中常會全黨的精英在那邊 提出一個不要讓人家罵成臭頭的名單 有這麼難嗎 我們集體的智商加起來 有這麼難嗎 這個真的不是今天 我跟羅志強站到第一線到現場去 我們兩個也面臨很大的壓力 因為他們把它簡化為說 這個是派系的鬥爭 是嗎 當然不是 這已經影響了選情了 不相信我們來看接下來的民調 還不用看等到1月11號 所以我想說 今天我們都尊重主席 所做的權利 你是主席 我是黨員 我都尊重 可是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責任你的責任是什麼 你被立下軍令狀 就是第一個沒有過半 你的責任是什麼 第二個沒有拿下龍頭 你的責任是什麼 第三個如果馬上出現的 政黨認同的民調 下跌 你們的責任是什麼 你有權利你就要有責任 對不對 如果你講清楚了以後 我覺得大家又可以接受說 好嘛 你說你是為了立約龍頭禁的 如果真的拿到了 我們沒有話說 如果沒有拿到呢 對不對 你如果把謝龍介擺在那個位置 說他可以吸引到更多韓粉來投票 是不是應該謝龍介去選立法院長 因為全部的票是靠他吸引過來的 所以他才擺在那個位置 他變成是搶救一進大兵 對不對 因為他不是搶救吳主席 他還要連什麼一進的 車引進的進去 你不必要有病嗎 搶救一個全黨都不認識的人 對啊 而且大家知不知道 今天中央委員的投票結果 車引進他的不同意票 還高過同意票 但是因為在現有的制度的設計底下 他的不同意票不夠多 所以他還是被提名了 可是他的不同意票 是超過同意票的 還有30幾張是放棄的 把這30幾張加上不同意票 就超過了105張 所以這個制度是有問題的 這個人是有問題的 我從來從第一天到晚 我從來不對個人來點名 但是你今天把車引進 跟謝龍介的命運 綁在一起的時候 我就看不下去了 是 剛剛時惠特別講到車引進 我們來看看那個 我們剛剛就特別講到說 這個謝龍介列在第15名 他其實是有一些 政治上的盤斷嗎 先講 他昨天發言人講了說 確實 謝龍介排在第15名 我們希望能夠吸引韓本投票 到時候我們希望大家票灌 就有人講了 灌到前15名這樣子 怎麼那麼剛好 謝龍介都剛剛好在 吳敦義的後面 你看 十 阿嬤是第11 14就變15 是不是為了吸引某些人 這個韓家軍數名來投票 但是我們要問問看競品 這個就被說有政治的陰謀 因為這個如果說 就算你來到第15 因為國民黨有說 女性要這樣1分2 前面這樣算起來的話 其實排到這邊 你就算15名 你就算已經15名很厲害對不對 但是因為謝龍介是男生 所以變得讓車一進會往前面 所以你必須要16名 這個謝龍介才有可能 進去部分區裡面 的確是這樣 因為他的設計是 根據中選會的規定 你一定是男女男女 或者是女男女男 你的1 2 3 4 5 6這樣排下來 1到16名裡面 你不管是1 2 3 4 5如何這樣排 那個排序並不影響女生 一定要在1到16名佔一半 他一定要女生先優先佔2分之1 這是保障婦女的參政權 這是我們選霸法跟中選會 還有我們中華民國的 法律相關的規定 就保到這個誰 車移境 被說是夫人幫 這個車移境本來 他是放在也是更前面 後來跟著往後面調 也跟著這個吳敦義主席 也跟著謝龍介一起往後面調 當然讓大家覺得也是非常的錯愕 一開始也的確說車移境 還有一個我覺得也滿冤枉的 我今天在現場也問了他 這個叫呂玉禪 他是台北 他的一個健康的學院院長 一個醫護體系出身的 算是一個學者 我也問他說是不是夫人幫 他說他不是 他根本不認識這個 吳敦義主席的夫人蔡令儀 然後他也沒見過他的面 但是卻在第一時間 那時候媒體報導的時候 他就跟車移境 都被挑在夫人幫 而在這個名單的第二次調整 也就是說禮拜三中常會聽 通過了第一版名單 車移境跟李玉禪 他的名次都在這前12名以內 可是到了這個禮拜三 禮拜四以後 突然第二次調整 就是大家看到邱毅 被放進來那一次 然後吳敦義的名次跳到12名 就是禮拜三的下午 再晚一點的時間之後 就看到車移境跟李玉禪 李玉禪放到更後面 車移境到現在的這個名次 剛好在謝龍介後面 所以當這個名次這樣子出來之後 因為當時我聽到有參加 開中常會的中常委說 包括臨時中常會 中常委有問到 然後當時主席 吳敦義就講說 因為大家都說什麼車移境 還有李玉禪是不是夫人幫 所以為了避險 他就先把這些被提到的女孩子 這些女性的名字 就往後調整 但是大家知道 這一次國民黨不分區立委的名單 在開始推薦的時候 總共到截止為止 只收到了113封推薦或致薦函 推薦或致薦 結果女性你知道多少嗎 只有30個 女性只有30個 如果要刷掉現任的立法委員 或者是已經像王玉銘委員 他已經是任滿兩屆了 不能再放在不分區名單裡面 就刷掉一些 所以其實 女性上榜的機率很高 上到這次國民黨不分區立委的名單 你想看這一次的 國民黨的幾個名單裡面 這是我今天去開會拿到了 這一本名單裡面 是他們的學經歷 這樣名字 34個男生女生的候選人 這樣子排下來 女孩子就要佔17個人 所以原先收到了這個30個女生 再加上刷掉一些限任 或已經按於規定認滿了 不能再提的話 你看這個上榜的機率很高 所以我聽到黨務的主管 和黨內裡面的人也有提到說 實在是沒有多少女生可以排 我就覺得也滿偶的 沒有多少女生可以排 為什麼之前從主席 到各個黨務主管 大家沒有想到用心一點 因為這麼慎重 為什麼不先去找 趕快去找 你為什麼要 當然黨內有黨內的 這個不分區立委提名 推薦跟不推薦的 推薦的這個製薦的規定 你要趕快去找人 女孩子不夠 發現女孩子被推薦的 也只有30個 刷一刷沒幾個可以挑 他們言下之意說 能夠挑的女生就不多了 這樣不是對女生也很不尊重嗎 所以今天碰到這樣子 這已經放到謝榮健後面 但是真的如果在投票的時候 在那個名單往前推 一定是這個車一進 他比謝榮健要優先 優先這個補上去 他會變成負分區立委 謝榮健還變成 還要在車一進後面 所以這樣的一個安排 也讓大家看得一頭霧水 所以今天其實大家 在做一個表決的時候 我剛剛也聽到 鼠衛議員和韓兵哥講 我也要講一下說 你仔細看 吳敦義主席他的同意票是127 不同意票是58 將近60 比例滿高 你看看他後面的謝榮健 他的同意票比吳敦義還高 144 然後他的不同意票只有29 曾明中算是這一次 不分區立委名單裡面 同意票最高的162 然後不同意只有13 因為他最專業 所以你這樣子一看下來 真的 當然中央委員有一些用這個 他們的投票行使同意權 來表示他們立場 包括我自己在內 但是不是每一個中央委員 都是這樣想 可能在那樣的一個氛圍之下 你們想要看到的有些人名單 包括有些爭議的人選 在前10名 像我就希望能夠多一點 青年 勞工 新住民 弱勢的代表族群 還有包括專家 專業的學者 我也跟韓濱哥一樣 希望少一點派系在裡面 我就希望這些年輕人往前面補 所以我就會故意讓前面 有一些衝突或正義的 我希望他不要在裡面 可是問題是投票結果出來 就是這樣 大家當然也只能接受 所以看到這個名單 大家會覺得說 你現在怎麼辦 也只有這樣子往前衝了 另外韓濱哥也講了 投完中央委員的行使同意權之後 很多人還是覺得 你們國民黨很糟糕 怎麼調成這樣 中央委員行使同意權 還是讓這個名單大部分的通過 張顯耀那算是意外 是一個插曲 所以我就覺得說 今天發生這個事情 我自己有一種 孤城無利可回天的感覺